不服草这种神草只存在于上界 五色却又是如何找到他救活十号的呢 与七神的一战 是十号在下界最为精彩的一战 不仅以少胜多 还以弱败强 十号的战绩 就算是传到上界 都是引起不小的骚动 整个下界巴欲更是沸腾 都在为十号的强大感到震惊 只是十号也在最后的一战中中伤 随后陨落 消息传开之后 下界无数人为之唏嘘 不过十号却是在五色却等人的帮助下 又重生复活归来 其中五色却找到的不服草起到很大的作用 而不服草又被称为西式神草 只存在于上界 那么五色却又是如何找到的呢 其实不服草有着很大的来历 曾经有两位无上的存在 一人得到了黄昏草 一人得到了轮回草 两人联手想要培育出不朽草 只要吃下不朽草 便可以让人长生不死 也正是因为过于逆天 他们最后失败了 最终他们培育出了不服草 虽然不能与不朽草相提并论 但不服草却是拥有黄昏草 与轮回草的部分要性 可以保持肉身不服 神世不散 维持在一种很稳定的状态 也正是因为这样 十号的躯体才没有朽灭 而五色却之所以能够找到不服草 其中也是隐藏着极大的因果 因为不服草只生长在真龙或者神皇的巢穴 而在下界就隐藏着一处真龙的巢穴 五色却就是在真龙的巢穴中找到的不服草 与一些特别的泥土 让不服草在十号的坟头生根发芽 来维系十号的肉身与神石 十号才有机会复活归来 当十号身中折仙咒从上界返回下界之后 他也是发现了这处真龙巢穴 且将真龙留下唯一的子嗣收为徒弟 让十兄真龙再现昔日荣光 而这一切仿佛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 因果使然 对此大家怎么看